来看一下那个110题 那这一题主要几个重点 各位请个 那个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它这个这一题的话 第一个就单字测验 那测验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自由出题 一种是预设出题 那这两种有什么差别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右边 右边的话呢 第一种各位有没有发现 Java A01 后面的话呢 它会传一个参数 有没有 这个是第一种 叫自由出题 不过它的 我觉得它的语意 不是很清楚了 除了自由出题 就是后面要加参数 那参数一定是中文 英文 中文英文 中间加空白 那也就是说 它会 可能它会有个 纸本的试题吧 比如说今天来个测验 那它就是打完 那个Java的程式 按个空白键 传进去呢 是什么 传参数 参数的话 因为我们man有一个 可以接收参数的 一个ARC的阵列 那我就把它接收到 之后做什么 再去解析一下 它里面哪些 对 哪些错 这个感觉有点像 独入一个结果 这个叫自由出题模式 有没有 预设模式是什么呢 预设模式就是说 如果你的后面 没有传任何的参数的话 它就会一题一题跳出来 请你回答 比如说跳第一题 题目是电脑 那你就要打英文 电脑 英文叫什么 computer 那你就把computer 打对 enter一下 它就会帮你说 答对了 或者答错了 这个时候除了说呢 它会帮你 去比对 到底有没有正确之外 它也会帮你算时间 所以除了说对错之外 还有时间的问题 OK 这个也就有点像 一个游戏 但是我觉得这一题真的 太难了 如果比起前面试题的话 难度大概 暴增十倍以上 这有点比例不太 所以如果你 那天考试 抽到这一题 算是你倒霉 真的太复杂了一点点 因为光一个模式 就要做很久了 那我们必须把它拆成 两个模式来看 第一个模式呢 是没有传参数的话 那我们来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这个要怎么做 第一个呢 一样 请各位建一个专案 new一个project 就是Java的 那这个应该前面都讲过了 你就打一个TQC底线Java 按一个finish就可以了 第二个的话 直接在这里面的source 上方或者套件上方 new一个class 这class的话呢 它的名称也许叫做 因为不能叫JVA01 因为每个名称都一样 我们叫做JVD 也许我们叫JVD 110好了 不过将来考试 考试的时候呢 我这边已经有了 把底线 有03好了 考试的时候呢 那你就不要用什么110 108等等的 你就干脆用它要的名称 比如说它考试的时候 是JVA01 那你就JVA01 OK 那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 怕说我们的class的名称会重复 所以呢我们就稍微改一下 刚刚那个名称 那你把它建立之后的话 记得这边要打勾 它的那个Void 这个main 记得它让它自动产生 它会自动帮你写啦 当然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啊 不过我觉得这样打勾会比较方便一些 按一个finish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模式 那我是把它分成 总共两个模式分开来看 最后再把它合并起来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这个最当然你把它加进来之后 它会帮你建立一个main 所以这个main的话呢 中间这个地方就会出现 那当然上 它会帮你产生的部分 大概就是现在看到的 会有一个class 然后呢 它的main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arc 这个arx 这个就是 如果你有外部参数会借由它可以传进来 OK 那我们首先来demo一下 最后完成的 第一个阶段就预设模式啦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会跳出什么 电脑 所以你要什么 打上那个电脑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假设你输入的是正确的话 computer enter 它会告诉你答对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database 那你就怎样 再打database OK 那总共好像预设 好像有几题啊 好像有那个五题吧 然后就一直打啦 我这乱打好了 OK 答错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会答错了 这个也是答错了 那假期的话 OK 好 它会跟你讲说 你花费的时间多少 在几题当中 答对了几题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OK 这个是预设模式哦 那也就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刚 你把这个部分做出来 那恭喜你 你就拿了一半的分数 一半而已 这样才一半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叫预设模式 也就是在没有传入任何参数的情况下 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实作出来 那首先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里面大概要求是这样的 至于题目的细节 恐怕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里面大概 题目里面有讲的还蛮详细的 就是选择自由出题的时候 传入参数 其实自由出题跟预设模式最大的差别 就是有传参数跟没传参数 两者的不同而已 那如果是自由命题 它里面说 会必须要有什么呢 每一个题目必须有两个参数 有没有 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 一个英文 它会自动帮你读取进去 帮你去算一下 到底里面有几题是对的 几题是错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若不传入参数 则程式将以什么呢 那个预设的模式进行 就像我刚刚说 那个是预设的模式 那程式可以判断说 单字是否正确 是否符合 那答对或答错 那程式可在使用者答错时 显示正确的答案 所以刚刚我有显示出 如果错的话 会把那个正确的显示出来 像这个预法 然后也会显示时间 那最后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当然我们刚刚 我也讲过了 将来考试的时候 名称是这个 你会compile成这个class 你将来就缴交这两个档案 你就得分了 另外当然还有后面的画面 你可以参考 如果说你这两个画面 做出来的 都跟他要的是一模一样 那恭喜你 再来就评分项目 最后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说你到底拿几分的话 这边有些这个评分项目 如果你都拿到这些分数的话 那你就是50分 不过以那个CP值来看 这一题真的是不太高 因为他要的东西太多了 OK 好那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环境 还有就是说需要的部分 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会需要计时 要需要时间 所以我这边宣告了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 它两个都long 因为我将来为什么是long 因为我私利用system.current miles 去取得我现在的时间 那这个current miles 它回传的话 会是一个long 所以我用long来接 那应该这个地方 就是 这边有显示 current miles 就是显示现在的时间 那我会有个开始的时间 跟结束的时间 那把两个相减 就会得到 它花了多少秒数 OK 所以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那我利用那个scanner 这个scanner就是说呢 我将来输入 就是将来要提供 使用者可以输入 当它输入之后的话呢 那我可以用scanner 把它去读进来 读进来到底使用者 它输入的是 什么样的单字 那我再来去做判断 那第四个就是说 right 这边有个变数 是总共对几题 所以上面的话 宣告的变数 大概会有四个 总共会有四个 我需要去做这些的宣告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 因为我是预设模式 所以我要怎么样 去处理 那个英文跟中文的问题 是最简单的 那这边的话 我刚才有提过 就是说 我们可以建一个阵列 那用阵列的话呢 我建议是用二维阵列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用二维阵列比较简单呢 因为如果你用二维阵列的话呢 它可以把中文跟英文一起处理 那只要是它前面的第一个 前面的阵列 假如说是都是零的话 那代表是在同一题 一的话是同一题 只是说后面的数字不同 所以你可以透过同一题里面的话呢 假设二维阵列 你可以借由前面的 它的index 去知道说是第几题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基本上 就是它的题数 后面的话呢 就是说它是中文或者英文 那这里的话呢 我建了一个叫items的二维阵列 分别把中文跟英文放进来 所以我里面的话呢 预先把它就是建一个阵列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开始取得现在的时间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显示什么 显示说 请将那个题目中的中文 翻译成英文的相关讯息 把它拼得出去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分别让它填写 那填写的步骤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我是总共有五题 那有五题的话呢 当然相对的 我用跑一个回圈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把那个题目 稍微了解一下 那细节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那这里当然最难的应该是 这个回圈了 那我要怎么样 把上面的二维阵列呢 快速的读取出来 然后把它显示 让使用者可以填写 填完之后抓到比对 OK 来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先把那个 刚刚讲的这个110的题目 它有分成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就是自由模式 一种模式是预设模式 那我们大概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个是预设模式 预设模式的话呢 是当它执行的时候 不传参数 是自己输入 假设它跳一个中文 那我就输入英文 OK 它会帮我计算时间 和答对的 这个 答对的这个题数 因为你中文 是最后一种 我看的时候 是最后一种 我也在这种 的意思